平安平安 大家好 初中的课文啊 桃花园记 老师要我们背 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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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桃花园真是心想往之 如果能住在这样的世外桃园 该多好啊 当时还傻傻的 真以为有这么一片祥和临近美丽的乐图 只可惜找不到了 后来看电影《Lost Horizon》 影片开头飞机慢慢飞过 绵绵不借晴风跌起的矮矮雪山 洁白冷静 宏伟壮观 看得神魂祭祠 更是想往这样的世外桃园 多年后 研究院的协长郑南雄告诉我 当年他们公司的酒店 香格里拉开张 每个房间都放一本 瓶装本的《Lost Horizon》小说 像集电会放圣经那样 陶原明的《桃花园记》 或《James Hilton》的《香格里拉》 在现实中不是没有 世人眼中 世界上最快乐最美丽的不丹 就是公认的一个美的乐园 人间天堂 同化先进 所以梁朝伟和刘嘉玲 去那里举行婚礼之后 许多人一步一趋 赶世纪帮 到那里举行 藏传佛教婚礼 那拜幽观之次 坐在屏幕前 所见所闻 远远超过古人所形容的 握游天下 或是许多人的愿望环游世界 古人的握游天下 不过是看书 然后在平面的文字 发挥想象力 想象力因人而异 究竟是有限 作者以文写景 一世纪肯定有距离 过或不济 这是免不了的 油管上的纪录片 有大机构的财团拍摄 长篇制作 较深度的风景人文介绍 同一地方 也有各体户 行幽探秘的小品 因此同一国家或景点 各有起脚拍摄 具体而为 皆非什么读书 握游天下所能见闻 这一座豪华游艇环游世界 那所见更是佛光烈影 点到为止 世外桃源 人间天堂般美丽的乐土 何止三国不丹 加拿大 纽西兰 澳洲 开车 旅游啊 肖像小镇 常常令人惊艳不已啊 看他真想常住不愿走 可是 当你真的住下来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8年BBC的新闻报导 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国家不丹 游艺症的人口 和自杀的人口 持续上升 有没有搞错 没有 游艺症 竭飞在竞争激烈 人口拥挤 发大国家大城市市民的专利 北欧国家如瑞士 人口密度不高 风景如丝如画 风衣足势 富力优厚 对世上皆大多数人而言 已经是天堂了 游艺症和自杀力偏高 蓝半球的纽西兰 处处如先进 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 去纽西兰的中国 诗人固成 和美郊七级红颜知己 就在疑似独立的先进中 三人一起自杀 无论住在哪里 在老子认为最理想的境界 随积千相闻而名 老死不相往来的上古俱落 甚至真能自共自助 疑似而度立的度假村 还是要面对各种生存生活的挑战和压力 高汉三七一场风雪 牛羊死尽 老汗虫害 千里彻底 颗粒无首 疾病老弱 切衣少药 都会令人痛苦 叫人犹豫 C.S. Lewis对人生痛苦 体会深刻 写下经典之作 《痛苦的奥秘》 认为人生的痛苦 除天灾、疾病、战争之外 四分之三 来自他人 这一点 我想一辈子 人际关系恶劣 老是指着他人的心理学大师 弗洛伊德 体会最深 非赞同不可 所以 服侍很年轻 就开始 依赖、药物、抗疫 终其一生 无药不可 最后选择 unless 结束其痛苦人生 面对人类不可 避免的四大痛苦 C.S. Lewis的世界观改变之后 改变了与上帝的关系 也自然而然改变了人际关系 得着从天而来的力量 他就能坦南面对任何痛苦的挑战 这位牛津大才子 能成为二十世纪 最有影响力的英国人之一 也是在他改变世界观之后 告别尤易 才起得更辉煌作业的成就 灵感孤戒的创作瓶颈 因为从信靠上帝 起得唯有源头活水来 心中力量不足 胜不过犹豫痛苦 住在人间天堂 也不想活下去 谢谢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您能按like 转发 还有点击影片下方的小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上帝赐福您 祝您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